上回说到 东汉的刘宽为人宽厚 性情温良 涵养深厚 还有以下这个故事 刘宽带人宽厚 从来没有发过脾气 连他的夫人也感到很奇怪 好奇的夫人决定试探一下刘宽的度量 有一次 刘宽正准备参加朝会 他刚刚换好朝服 这时 夫人派婢女端了一碗肉汤 婢女听从夫人的指示 故意将肉汤洒在刘宽的身上 把他的朝服弄脏了 婢女马上向刘宽道歉 当时 刘宽神色一点也没有改变 他还反过来 关心地问婢女 你有没有被肉汤烫伤了手啊 由此可见 只有心中真正替人着想 真正具有大善之心的人 才会永远不失本色 感谢观看